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知教会 我信圣不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好 现在让我们的主领带领我们大家 用心灵诚实来赞美 敬拜我们的主 阿们 阿们 我们大家都相信 耶稣就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 阿们 然后圣经也说凡有气息的就来赞美他 你们今天让我们一起的来赞美我们的耶稣 嗚 拍手赞美他 拍手赞美他 有一位真神 他名字叫耶稣 他来到这世界上 为要救赎你 生命的意义 敬在这福音里 只要你开口呼喊 耶稣 耶稣是生命 一切问题的解答 耶稣是生命 一切黑暗的两观 将忧伤变为希腊 将惧怕变为力量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哈利路亚 有一位真神 他名字叫耶稣 他来到这世界上 为要救赎你 生命的意义 敬在这福音里 只要你开口呼喊 耶稣 耶稣是生命 一切问题的解答 一切问题的解答 耶稣是生命 一切黑暗的两观 将忧伤变为希腊 将忧伤变为希腊 将惧怕变为力量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耶稣 耶稣是生命 一切黑暗的两观 将忧伤变为希腊 将忧伤变为希腊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我们来再唱 有一位真神 有一位真神 他名字叫 名字叫耶稣 他来到这世间上 会要救赎你 生命的意义 敬在这福音里 只要你开口呼喊 耶稣 耶稣是生命 一切问题的解答 耶稣是生命 一切黑暗的两观 将忧伤变为希腊 将惧怕变为力量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耶稣 耶稣是生命 一切问题的解答 Amen 耶稣是生命 永恒唯一的盼望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让我们转去我们的右手 左手边的朋友跟他们说 耶稣是你唯一的盼望 耶稣是你唯一的盼望 Amen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唯一的盼望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唯一的盼望 祝你放在我手位 要來敬拜你 我們等候 愛慕耶穌 可慕更多 敬拜耶穌 同行在座前 不停呼求你 渴望更多 遇見 敬礼你 我們敬拜 將所有的榮耀歸於你 你真陪的 陪的所有送贈 我們呼求 榮耀的雲才充滿著地 從我們中間 轉到萬國萬民 我們可慕 愛慕耶穌 我們會在座位 我們敬拜 將所有的榮耀歸於你 我們敬拜 將所有你的榮耀歸於你 你只能乎你 愛慕耶穌 我們敬拜 將所有的榮耀歸於你 我真陪的 陪的所有送赞 我们呼求 荣耀的云彩充满着地 从我们中间 传到万国万民 我们清白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你真陪的 陪的所有送赞 我们呼求 荣耀的云彩充满着地 从我们中间 传到万国万民 主权属你 愿你掌权这地 相互于你 因我们属于你 一支这地 因我们需要你 愿你国度降临 主权属你 愿你掌权这地 我们清白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一支这地 因我们需要你 我们清白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你真陪的 陪的所有送赞 我们清白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我们呼求 荣耀的云彩充满着地 从我们中间 传到万国万民 从我们中间 传到万国万民 从我们中间 传到万国万民 我们清白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如天诉说 你的荣耀 崇尝传扬 你的手段 荣耀的尊王 赔得所有赡美 凡有七夕 都要歌颂 尊贵荣耀 能力成平 都贵荣耀 至高尘神 荣耀至高神 赔得尊重敬佩 尊贵荣耀 能力成平 如天诉说 你的荣耀 穷藏传扬 你的手段 荣耀的尊王 赔得所有赡美 凡有七夕 都要歌颂 尊贵荣耀 能力成平 多贵荣耀 至高尘神 至身至荣 可颂可畏 全能胜一胜 如 有 compiler 预备' programs 喜贼荣耀 吉拿 易国庸人 risk 能力成平 晓江 区瑚制 最面的尊贵 王 赤得所有赡美 mein 义为十五岛 世贵荡格三 chest 万幸归 万 효贵荡作 万功成人 主席荣耀 劫贵荡格三 万望之王 万处之主 错望到永远 荣耀之高深 赔得慎重敬佩 你必照顾万民之上 初天诉说你的荣耀 穷藏穿扬你的手段 荣耀的陈王 赔得所有赞美 凡有气息 都要歌颂 尊贵荣耀 让你成平 尊贵荣耀之高深深 尊贵荣耀 能力成平 冬归荣耀之高深深 尊贵荣耀 荣耀 能力成平 冬归荣耀之高深深 尊贵荣耀之高深深 是的 我们的主 我们的王 我们全心来尊荣祢的名 全心来敬拜祢 主 祢是掌管天地的主 祢也是与我们每个人同行的主 主 因为福音 我们的生命有意义 因为基督 我们的生命有盼望 主 我们再次仰望祢 我们再次说我们一生要依靠祢 寻求祢 追求祢 主 让祢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彰显 让祢的荣耀在这个地方 这个教会彰显 主 我们渴慕更多有祢在我们的生命 我们渴慕更多来认识祢 主 让祢的话于今天 对我们的心说话 来安慰我们 鼓励我们 让祢的话于再次赐下力量亮光 主 让我们有信心勇气 来回应祢的话语 活出祢的旨意 我们感谢祢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大家说阿们 把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阿们 主 叫你临时跟他说 耶稣配得一切的荣耀 阿们 感谢神 大家请坐 非常开心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华文聚会 阿们 跟大家分享几个报告 第一个报告就是 下个星期就是我们的教会五周年节庆 阿们 非常感恩 神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庭 所以下个星期 我们的周年庆的时间呢 会是四点半到六点 那么聚会后呢 会有哀怨 所以请大家留步 如果你还没有报名 应该是这今天或者是明天 就一定要报名 所以让同工能够做 那个适合的安排 阿们 那么第二个报告就是 9月14号 会是我们的教会的 会是我们的教会的装备 教会装备日 大家说教会装备日 就是来装备你跟我 让我们能够有一些学习 那么当天呢 会有两场的聚会 第一场是3点到4点15分 第二场是4点半到5点45分 过后呢 会有晚餐 还有一个 因为很靠近中秋节 我们就会庆祝中秋 6点到7点半 那么鼓励大家就是 华文 为华文堂预备的这个讲座呢 是乐龄心理健康 有第一场和第二场 同工跟我说 有些人可能报名一场才 大家注意就是 两场的那个主题是不同的 所以你可以报第一场 也可以报第二场 如果讲了这么多星期 你还是不知道要怎么报名 没问题 就会过后 来找谁 找少明传道 找我 或者是德安 我们都能够帮忙大家报 所以尽量不要等到 最后last minute才报 今天就会过后 如果你还没有报 记得来找我们 我们帮你 那么当天呢 也会有交通 为大家安排 就是如果你需要交通 2点半会在湖豹别墅MRT 能够接送大家 好 第三个报告 非常开心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 耶 德安跟月局Grace 他们的淑女Junior 昨天诞生了 我看到那个 So cute 梁雨晴 他们是我认识最年轻的 阿公阿嬷 之一 所以我们为他们开心耶 好 感谢神 那么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要来给神今天的奉献 同样的你可以 去月过后呢 把奉献放在奉献筒 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 来给予今天的奉献 我们一起来为奉献来祷告 感谢神 神你是耶和华一乐 你是供应我们生命一切所需的神 主每当来到奉献的时刻 我们再次被提醒 我们生命一切所有主 都是你所赐的 你所赐的恩典 我们把这个奉献交托在你手中 求主你来预纳 也祝福所有甘心乐于给予的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大家说 Amen Amen 为我们来念今天的经文 今天我们要念传道书 一章十二节到二章二节 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 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 乃之神教世人所经历的 是极重的劳苦 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 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弯曲的不能辨职 缺少的不能足述 我心里议论说 我得了大智慧 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 和知识的事 我又专心查明智慧 狂妄和愚昧 乃之这也是捕风 因为多有智慧 就有多愁烦 加征知识的就加征忧伤 第二章 我心里说 来吧 我以喜乐试试你 你好享福 谁知这也是虚空 我只嬉笑说 这是狂妄 论喜乐说 有何功效呢 阿们 Fiona 谢谢 弟兄姊妹大家下午好 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传道书 希望大家听完 好像Fiona念的经文之后 会觉得 哇 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 OK 我想圣经把这一卷书放在 圣经里面有这卷书 一定是有它的意义在的 是我们可以去更加认识的 我们来看一看上个星期 我们提到什么 我们上个星期说到 就是传道书的这个框架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节他就说 他是一个叙事者 一直说有一个第三者 他在讲一个故事 然后在结束的时候 又是这个叙事者 他在讲一个故事 怎么说呢 就是传道书 他是有一个讲故事的人在里面 那他讲故事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就是所谓的传道者 所以真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叙事者 他本身想表达的信息是什么 或者说他想要用这个传道者 所表达出来的信息是什么 这是我们看传道书的方式 来 所以呢 我们看到第一章第十二节这一边 刚才Fiona念的这个经文 所以呢 这个叙事者 他就讲到这个传道者 这个传道者他怎么说他自己呢 他说我传道者 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 以色列的王有很多个 对不对 所以他说他是其中一个王 那当然传统上会认为说 这个以色列的王是所罗门 因为他是很有智慧的 他是很有财富的 这有可能 但是呢 我们 看到一个很 直接的一个状况就是 他本身没有说他是所罗门王 所以其实这是有待上去 就是我们也不确定 是不是 我们可以说这样子 就是其实这个叙事者呢 他就用一个王的身份 来描述这个传道者 意思是说他就是 他就是介绍一个王 这个王 这个传道者他是一个王 为什么介绍他是一个王呢 因为王可以拥有最好的东西 对不对 拥有至善至高的东西 他可以有最多的财富 他可以做最多的事情 他有最多的智慧 最能够享乐 拥有最想要的人际关系 他就是用一个这样子的形象 就表示说这个人 他其实就是可以呼风唤雨的 他是要什么可以得什么的 这个传道者他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传道者一开始 他在第一章第二节 我们就立刻看到说 他做了一个总结 他讲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一个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的人 但是呢 他的总结就是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为什么这个传道者会这么说呢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 进入到这个传道者的世界里面 一起去跟他走一走这一段路 知道说为什么他做出这个总结 OK 所以我们不要只说 哎呀 我知道总结了 就是凡事都是虚空 然后呢 你就开始自己来解释 什么叫虚空 不要这样子 他做了总结 他讲一切都是虚空 那我们就跟他一起 进到他的世界里面 看一看 为什么他说一切都是虚空 传道者他本身 他就是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他就是在日观之下 他有许多追求 所以今天我的标题把它定为 日观之下的追求 所以传道者在追求什么呢 第一个 传道者在追求 劳碌而享乐 我要努力做工 我要努力做事 然后我要努力享受 有点像新加坡人 OK 就是努力 劳碌然后享乐 传道者他是一个王 我们再说过对不对 那这个王呢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金文告诉我们 他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 他拥有非常多的东西 我们来看到第二章 第四到第八节 你看 这个传道者他为自己 动大工程 建造房屋 栽种葡萄园 然后修造玉圆 然后呢 挖造水池 他也买了奴婢 也有许多奴婢在家里出生 还有许多牛群羊群 然后呢 他为自己积蓄金银财宝 又有许多他喜爱的 他就是他所喜爱的人 就是这些给唱歌的男人女人 还有世人所喜爱的物 他还有许多的飞兵 真的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他努力做很多事情 他也拥有许多东西 我们如果看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 就是用红色的字标出来的部分 其实这些词 这些用字 它是跟伊甸语言里面的这个描述很相似的 最近我们有一些查经课 我常常告诉主缘们说 就是如果你看到一段经文 有些字它跟另外一段经文 一直重复的时候 重复一两个你可以说那个叫巧合 重复很多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故意 所以就是要注意这种故意的现象 那他说这个 你看这里他写了这么多动词 它都跟伊甸语的情景很像 伊甸语里面的情景 讲说你要建造啊 你要栽种啊 有原子啊 有各样的树木 对不对 还有要浇灌 这些都是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 都看过的字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传道者 如果说是跟伊甸语的这个东西是一样的话 就表示说他其实就很像当初神造的那个亚当一样 是忠心的做上帝的工作的 这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他就是上帝给人的使命就是做这些事情 那这个传道者好像真的有做这些事情 而且他真的是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 真正的做那个王 所谓做王的意思就是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 所以这个传道者好像是有做到上帝给他的托付 这没有问题 第七节第八节我们看到说 这个传道者呢他有许多的享受 他像以色列的许多王一样 所以你看 这些 你看他讲到说这个王呢他有许多的产业 他有很多的扑币 他有牛群羊群 然后呢他能够你看他可以享有各种的名也好 利也好 权也好 或者就是有很多飞兵 很多就是一般世人所追求的东西他好像都有了 他享受许多的快乐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的 他有许多的快乐 那我们去调查这个经文 我们去看一下上文下文发现 这个经文的确是在讲快乐 就是他做这么多事情跟快乐是有关的 我们看到传道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他讲说你看我以喜乐试试你 他又指着喜笑说 然后又是论喜乐说 他一直在讲喜乐 他一直在讲快乐 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其实他讲完这些喜乐快乐之后 他有一些话补充在那边 他讲什么蓝色的字 他讲谁知 蓝色的字 谁知这也是虚空对不对 他讲有喜乐但是也是虚空 喜笑也是狂妄 那喜乐也是没有功效 他为什么追求快乐 他又做出这样子的结论呢 这是上文 这是第二章 刚才我们讲的那一段经文 他做了许多事之后的上面的经文 讲到快乐 这段的文字下面 也同样讲到快乐 我们来读一下 传道书第一章第十节 你看 我心所乐的 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 然后呢 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 这是我该得的份 他讲到这都是快乐 你要知道啊 就是我们必须知道 传道书并没有反对人享乐 他并没有鼓励我们出家 他并没有鼓励我们一切皆空 这不是传道书的信息 这不要搞乱啊 传道书没有反对人享乐 尤其是人因为自己的劳苦 而得来的换取的快乐的时候 传道书是鼓励我们去享受的 但是呢 我们刚才读到说 这些快乐也可能到最后一个程度 就是让我们觉得很虚空 那这个第十节之后的十一节 又是怎么说的呢 他讲 后来我查看我所所经营的一切事 和我劳碌所成的功 谁知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在日观之下毫无益处 所以他在日观之下追求这些事情 他总结是没有益处 那我们就要来探讨了 为什么做这么多事情 为什么在快乐当中做这么多事情 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感到很快乐 到最后还是虚空呢 我们上一次 陈牧师跟我们讲过 虚空的其中一个意思 就好像是蒸汽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去过做个Sona 蒸汽 如果我们去做个Sona 就是去过这种蒸汽式呢 就知道蒸汽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 对不对 你一定感受到热 对不对 他一定会逼你出汗 对不对 你好像感觉他好像不在 但是他就是你感受得到的 他是存在的 他会产生热 会逼我们出汗 帮助我们排毒 然后我们之后觉得 哇好舒服啊 好舒畅 但是离开蒸汽式之后呢 你又带不走这种蒸汽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也无法随时复制 我说我现在有蒸汽式的感觉 我们不能够在这里复制 对不对 所以它是真实存在 但是它好像又是带不走的 它不是一种能够复制的体会 传道者说 他讲 劳苦的工作 然后呢 努力的享受快乐 就很像进入蒸汽式一样 你有感觉 可以感到很舒畅很快乐 但这时钟还是会过去的 所以到底可不可以追求快乐呢 哇 传道说 哇 传道者你到底想讲什么 绕来绕去 那到底我们可不可以享受快乐呢 可以的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那我就来看看要注意什么事 我们回去看第二章 第四节到第八节 如果我们注意刚才那几个经文 它前面有几个字 就是我为自己做这些事情 对不对 第八节 我又为自己做这些事情 好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原文里面它有几个我 来 下一张 你看 在希伯来文里面 它有这么多的我在里面 我为自己做我的工程 我为自己怎样 我为自己怎样 怎样 所以你看 一大堆的我 一大堆的我 你看到它的关键在哪里了吗 虚空的原因在哪里 当我们所做的事情 都是为自己做的时候 我们为自己劳碌 我们为自己享乐的时候 一切都很像真气 一切都是虚空 OK 传道者说他是一个王 所以做王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像在伊甸园里面 治理地面管理全地 在地上代表神 这是一个君王该做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努力工作 享受劳苦得来的快乐 这是应该的 这是应该追求的 是很好的方式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我们不要为了自己而做 OK 我们不要为了自己而做 尤其是要特别留意一个陷阱 刚才我们说他在伊甸园里面做工 这都是符合上帝 尤其吩咐人做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他说后来他 把上帝所吩咐他的事情 变成我为自己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就感觉虚空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 有时候我们知道 有些事情是上帝要我们做的 有些事情是 的确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 应该做的 但是我们会不会不小心 把它变成了为自己而做呢 我们为自己追求明 追求力 追求权 追求欲的时候去做这些事情 做这些上帝所谓 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情 到最后他就变成了虚空 第二个 我们可以享乐 但是享乐的时候 不要放纵自己 我们要知道说 有界限的 你要知道我们的界限在哪里 不是属于我们的 就不应该过去 要约束自己 如果我们把焦点 放在追求自己的名利 权欲的时候呢 这个享乐就是放纵自己了 这两者的共同点就是 我们把上帝排除在外了 我们会不会做上帝的事情 结果把上帝排除在外呢 这是我们会有的软弱 我们会不会享乐的时候 把上帝排除在外呢 我们常常有这种软弱 所以要特别留意 如果我们把上帝排除在外 我们到最后一定是跟传道者做同样的结论 一切都是争气 我感受过了 我快乐过了 但是呢 我现在觉得很虚空 就是那样子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努力做好我们的工作 劳苦而享乐 但是呢做的时候 要带着敬畏上帝的心来做 OK 要带着对上帝的敬拜来做 对上帝的尊崇来做 不是为自己而做 所以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就常常想到 我们新加坡生活就是 常常就是等着出国 对不对 很快乐对不对 出国回来就觉得 哇好像买了很多东西 满满回来心里却空空对不对 常常有这种感觉 不如这样子 下次我们去享乐的时候 常常提醒自己 我要带着敬拜上帝的心来做 OK 我买东西也好 我享受也好 我个人相处也好 带着对上帝敬拜的心来做 我们享乐的时候 好好还是带着敬拜上帝的心 带着敬畏上帝的心 那这样子我们在旅途中 可能碰到很多 无法掌控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们敬拜上帝 你可以向上帝献上感恩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有些事情 你就不会那么的计较了 当我们可以这样子敬拜上帝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享乐 尤其是因劳苦而获得的快乐 我们可以认真赚钱 没有问题 努力省钱 这也没有问题 你要努力练身体 让身体变得健康 也没有问题 这些也都是一种劳苦 但是劳苦之后你可以享乐 只要记得享乐的时候 你要带着对上帝的敬畏 对着对上帝的敬拜 不是为自己而做 不是为自己追求名利 名声 或者是放纵自己而做 就可以了 这是传道者给我们的提醒 好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在网路上看东西也好 或者说就是去购物商场也好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很贵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还是很冲动的买下了那个东西 OK 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有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就去调查自己了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行为呢 我为什么看到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之后 我会很冲动的下手去买这些东西呢 后来买了之后很后悔呢 这是一种行为 那去调查一下自己为什么有这个行为 去挖深一点 原来我里面有一个信念 里面的信念就是 我值得拥有 可能就是广告告诉你的 或者说你自己告诉你自己的 或者说你朋友告诉你的 所以因为你本身带着这样子的信念 所以你发展出一直这样子的行为来 OK 我要举这个例子 是因为我要说传道者 OK 传道者为什么会努力做工努力享乐呢 他当中什么东西是驱使他去做这样子的追求呢 所以我们读圣经再看广一点 再看上文再看下文 就是再看这段他做这么多事情的 上文跟下文提到什么 那可能就是他里面的信念 他的上文跟下文很有趣哦 他提到他在追求智慧 他认为他在追求智慧 所以因为他在追求智慧 所以他做这么多事情 那我们就来一起再来看看 传道者对智慧的追求 的体会又是什么呢 再一次进入传道者的世界 我们看一下一开始的经文怎么说 传道书一章十三节 二章十三节 他讲我专心用智慧寻求 查救天下所做的一切事 乃知道神教世人所经历的 是极重的劳苦 你看传道者他是 专心地寻求 查救天下所有一切的事情 他可是很认真做调查的 他是不是只考究一两件事情 他是说查救所有的事情 天下一切所做的一切事情 他才是真正的博士 对不对 他不是只有精装一两个东西 他是精装所有的领域 但是他的结论是有点可怕的 他讲神呢就是要叫人受苦 就是我去考究这么多 我发现上帝给人所经历的事情 就是极重的劳苦 所以他的原文是更可怕的 他讲说神给人的儿子 是要他们仇烦的事 邪恶的事 所以你看他好像就把上帝 他就好像在控告上帝 就是上帝给人这么多东西 其实都是邪恶的 所以他在十四节的时候 这样子总结 他说我见日观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我们一直提到日观之下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现传道者 一直在看的事情 就是日观之下的事情 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到这个东西 所以传道者说 我去发现 我去考究上帝 我要去研究 我要研究天下所有的事情 我努力的去研究了 我用智慧专心的去研究了 结果发现上帝很邪恶 所以我觉得日观之下的一切事情 都是虚空的 都是捕风的 然后呢 这个传道者也很大胆 他就说 那可能是我想错了吧 可能不应该追求智慧 那我追求愚昧呢 追求愚昧会有好结果吗 反正追求智慧就是 没有什么好结果 都是捕风 都是虚空 所以呢 我干嘛懂这么多呢 为什么要有这么智慧呢 那我们来看看 他16节17节怎么说 他说 我心里面议论说 我得了大智慧 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而且我心中经历的智慧和知识的事 然后他想说 我又专心查明智慧 也去查明狂妄和愚昧 到最后我发现这也是捕风 所以这里的狂妄跟愚昧 狂妄就是 就两种哪一种 狂妄就是 我故意不知道一些事情 这个叫狂妄 愚昧是他是真心不知道一些事情 他就是说 其实我不要追求智慧了 不要这么聪明 那去 很多事情我就不要去知道了 不要去知道 故意不去知道 这是一种狂妄 或者有些事情是他真的不知道 这个是一种愚昧 他说没有智慧 那有愚昧好吗 有狂妄好吗 他说 后来也是行不通 这一切也是捕风 幸好 幸好要不然我们就追求愚昧就好了 所以发现智慧也不通 愚昧也不通 同样都是捕风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你们觉得传道者他 我们知道真言是很 所谓的整齐很工整的神学 对不对 你怎么样怎么样 就会有怎么样怎么样的结果 这是很整齐的 是一种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这种观念 你们觉得传道者知道这些东西吗 传道者他讲了这么多事情 他讲一切都是虚空 一切都是捕风 但是你们觉得传道者 他知道真言吗 他知道其实 有一些东西是很整齐的 他就说他长大的过程当中 他有没有被教导真言 就是你要做好事 你要做乖小孩 那就必会有好结果 传道者他其实是也知道真言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经文 十三节十四节 他讲我也知道智慧是胜过愚昧的 他讲我也知道智慧人的眼目光明 愚昧人在黑暗里面行 他都看得到 他的观察就是智慧还是比愚昧更有强处的 我想我们这也是我们可以同意的 这就是真言所教导我们的 只是他发现他人生这样子走过的时候呢 或者说他作为一个王 他看到历世历代的王 这样子历史看下来 他就发现有些事情并不是这么直接的 并不是这么工整的 并不是这么能够干净利落的 所以很快的就是在十五节 他就立刻提出另外一个观点 他讲说 我们就直接看十六节 他讲智慧人跟愚昧人一样 永远都没有人纪念 因为日后都被忘记 可看智慧人死亡 与愚昧人无异 所以其实传道人想到死亡的时候 他就觉得其实一样啊 就是这一生追求智慧跟不追求智慧都一样啊 到最后还是没有人会记得你 所以你看传道者 他是一个王 他是有世人所羡慕的样子 世人所想追求的东西 追求智慧也好 追求钱财也好 追求名利也好 追求成功 追求他的工作被肯定都好 他有众人所羡慕的生活 但是呢 传道者看人生 却还是一样的失望 挫折跟无助 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拥有一切的人 我们所羡慕的有钱人 我们所羡慕的聪明人 我们所羡慕的好看的人 各种各样 我们所羡慕的人 他 这个传道者他就是 所有的好处都在他身上了 他就是所有的好的条件他都拥有了 但是他一样的感到失望 挫折和无助 跟我们所有人一样 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说 17节他讲我恨怒生命 18节说我恨怒一切的劳碌 20节说我心里绝望 所以你看他在追求智慧 但是有了智慧之后 他知道了更多事情 他能够明白更多事情 但是有改善生活吗 我们今天也一样 我们追求很多知识 我们科技在进步 我们的知识在进步 但是这些事情有帮助我们改善生活吗 就举一个例子 科技可以帮助我们提早知道自己有没有生病 对不对 这没有问题 但是呢 他会帮助我们改善生活吗 还是他会让我们更加忧虑呢 会不会好像知道自己生病之后就睡不着了呢 还是说不敢知道自己生病呢 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无奈在那里 所以一章18节 传道者说 多有智慧就多有仇烦 加征知识的就加征忧伤 传道者讲的是很诚实的话 他讲的他并没有美化上帝 他并没有好像要帮助上帝维持某种形象 或者说帮助他的信仰维持某一种形象 他是很诚实的把他的感受说出来 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继续谈到智慧 就是在后半段这一边 就是传道书的快结束的时候 他就是经过许多事之后 他再重新思考智慧 这时候他有没有做出不一样的结论呢 他讲我专心求智慧 要看世上所做的事 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 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 知道人查不出日观之下所做的事 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都查不出来 就是智慧人虽然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 所以你看传道人 这个传道者他昼夜不睡觉不合眼 他是那种认真思考人生的人 他是那种想要 把问题一探究竟的人 就是他想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甚至是那种晚上都不睡觉不合眼 继续假想 但是他结论呢 十七节还是跟他之前讲的差不多 人查不出日观之下所做的事情 不管他费多少努力都查不出来 虽然他多么想知道 还是查不出来 这表示智慧无用吗 闯道者的结论好像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 他在看的事情都是日观之下的事情 日观之下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限制在哪里 日观之下就是我们的限制 我们所生活的就是日观之下 所以有些事情就在这个日观之下 就在这个世上 有时候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知道的 有时候有些事情就是我们不能知道的 我们可以知道的事情 上帝会让我们有办法有广道去知道 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 还是要努力去寻找上帝要我们找的答案 但是呢 在这同时我们要知道 有些事情就是我们是永远无法知道的 是在神的手中 即使我们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们也是得不到答案的 因为我们有我们的限制 我们是活在日观之下的人 所以到我们认识自己有这样子的限制的时候 你就比较能够放开 就是有努力 但是呢也是能够知道说 有些事情是要交托给上帝的 好了 那到底要不要追求智慧呢 到底要不要追求智慧 好像听起来就是 也没什么用嘛 对不对 我死了之后还不是一样 对不对 请不要做这样子的结论 请不要做这样子的结论 我们还是要好好想 我们到底在世上该怎么生活 到底要不要追求智慧呢 我想鼓励大家 两件事情都是需要的 就是努力去寻找答案是非常需要的 但是呢 你也要容许有些事情就是没有答案的 OK 这两者都是需要的 如果我们说 啊 我已经把神给认识透了 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就是这一个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神 然后我们一直想为上帝做一个总结 他就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神嘛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一直的追求就是这样子 那你看 我们常常做出的结论就是 我们不敢说上帝不好 对不对 讲上帝不好会天打雷劈 是不是 所以呢就是 不敢说上帝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说 你真好对不对 所以所有的事情 你真好 你真好 你真好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你人生很单调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信仰很薄弱 就是上帝就是你真好 然后就是 你信了三年五年之后就觉得 基督教我摸透了 就是上帝你真好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你就发现 这跟我的真实经历不一样 就是上帝 上帝真好 但是很多问题回答不了 所以呢 为什么有些事情 我们不能有答案 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就是只有上帝你真好 一句话就总结了 那我们的生活会变得非常的平淡 你的信仰就是没有 就很薄很薄弱 没有层次 没有那种吩咐在里面 如果有一个人跟你相处 然后你对他的认识自由 这个人真好真好真好 你觉得你们的感情会深厚吗 不会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 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就是只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真好 因为我们不敢讲上帝不好 我们不敢讲我生气上帝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对上帝的感情就是很薄弱的 那我想这也不是上帝要的 所以有时候就是在这种 无法回答的问题当中 我们慢慢的去跟上帝有这种 越来越多的情感在里面 那你整个人会比较丰富一点 你的基督教的 基督徒的生命也会更加丰富一点 不是只有很单薄的一种 我跟上帝就是那样子 他就是高高在上 我跟他就是有距离的 我永远达不到那个地方 但是其实圣经在告诉我们 他跟我们是要建立关系的 是要有一种很深的 各种各样的情感交织在里面的 就好像我们跟一个人 成为好朋友的时候 那种各样的情感都交织在里面 这样子才能够变得深刻 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问题 找不到答案呢 我想上帝让我们去 容许我们有这样子的过程 让我们可以跟他有更深层的关系 当我们经过这样子的过程 我们的感情才会变得更加健全 我们才不会变成属灵怪人 我们才不会变成好像 你基地图就是那副模样 就是那种很高山的样子 然后呢就是 你就是看起来就是 不能清净的 因为好像你的上帝就是那种 至高至善的这样子 你是一个不容易跟人家清净的人 然后人家跟你讲他有困难的时候 就觉得你要去找上帝啊 你要跟上帝祷告啊 因为就是他一定帮助你啊 他就是这么良善的上帝 你就不会这么容易陷入这样子的 一个对话里面 因为我们就知道有些事情 就是上帝容许我们要一起走过的 这个才是更加宝贵的 那我们就可以更加知道如何去爱人 知道如何去同理别人 给大家看啊 就是一个 之前很出名的一部电影 我知道最近出了第二集 我最近也去看了第二集 还真的蛮不错的 大家可以去看哦 OK 但是我只讲的第一集的几个情绪 我觉得这台湾的翻你翻的真的很可爱啊 OK 开心叫做乐乐 悠山叫做悠悠 然后呢 还有一个害怕 人会有害怕的感觉 对不对 叫惊惊 然后呢 有厌恶的感觉叫厌厌 对 然后呢 有生气的感觉叫怒怒 对不对 我们都需要这些情绪 大家可以认同吗 还是信主的人只能有乐乐 不是嘛 对不对 我觉得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 我们可以有这种各样的情绪 你可以乐 你可以忧 你可以怒 你可以惊 你可以惊 可以害怕 你甚至可以厌恶 哇 有些东西我真的受不了 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情绪 上帝容许我们有这样子的情绪 上帝容许我们跟他有这样子的情绪 所以 努力还是去回到上帝面前 不要觉得好像有些问题我没有答案 我就是一句话总结 虚空的虚空 好了 结束 人生就是这样子 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一句话 让我们的信仰成为一个体验 一个可以一起走的一个所谓的 我们常常讲的故事 所以你跟上帝一起走的时候是一个故事 是一个过程 不是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信仰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下总结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学到什么呢 我们应该要劳碌并且享受劳碌所得 但是我们要注意 不要为自己而做 第二个 我们应该要追求智慧 不要认为智慧无用 因为你追求愚昧也是没有出路 所以还是要努力追求智慧 智慧还是比愚昧好 但是要知道 有些事情是只有神知道的 我们无法完全掌握 第三个 即使像传道者一样感到失望 失望多了变挫折 挫折多了变成无助 做什么都没用了 这个叫无助 即使你感到失望挫折甚至无助 你不要停止回到上帝那里 不要停止跟上帝对话 在新约当中呢 感谢神 我们有一种新的角度 来看日观之下的事情 新约跟旧约最大的不同就是 新约有耶稣的复活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眼镜 让我们去看事情 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 他讲如果死人不复活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传道者的确告诉我们说 就吃喝吧 就努力享受快乐 但是新约告诉我们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 如果死人不会复活的话 那的确就是吃吃喝喝就好了 但是呢 因为有复活 其实除了吃吃喝喝之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是要追求的 第二个 有些事情我们知道 我们是没有答案的 但是还记得吗 上一次我们在看 以福所书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过这个经文 以福所书一章17节 他讲说我们要真知道他 所以你看 保罗的祷告是求 有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就是圣子圣父 还有加纳赐人智慧的 启示的灵 上给你们 所以我们的人生呢 是圣父圣子圣灵 跟我们一起去经历的 让我们可以真知道他 这都是我们要追求的 让我们可以真知道他 在这日观之下 这是我们的限制 在这日观之下 圣父圣子圣灵会帮助我们 更加认识他 有些问题 就是这样子慢慢 自己整理出答案来的 当然有时候 我们还是可能觉得 一切都是争气 但是神仍然会帮助我们的 以福所书四章11到13节 是一个非常熟悉 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大家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日观之下 生活的时候 应该抱持的一种态度 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都可以学习知足 因为我知道12节 我知道怎么处悲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饱足也好 饥饿也好 有或者没有都好 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 有还是没有 丰富还是贫穷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所以这个 我靠着我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不是那种 我真的是冲冲冲 什么凡事都能做 而是在各样的情况当中 你已经知道 怎么依靠神 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来过每一个 在日观之下的追求 这是一个我们要有的态度 好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透过你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说 神啊 我们在你里面 我们的情感仍然是可以丰富的 主 你帮助我们 跟你的关系更加的深入 是透过这样子 无论是喜乐也好 忧伤也好 或者说愤怒甚至是 害怕 厌恶 主 各样的感受 主 我们都一样的 知道说 主 这都是我们 跟你同行的过程 所以主 我们愿意说 我们继续跟从你 我们继续回到你的面前 把我们真实的情感 向你来述说 主 让我们的信仰 不是用一句话来做总结 让我们的信仰是一个 一起一起的 这样走过的一个过程 谢谢主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 复活的耶稣让我们看到说 我们有盼望 即使我们在日观之下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至于迷失 我们不至于失去盼望 因为我们知道说 主 你复活 所以你将盼望带给我们 所以以至于我们在凡事上 都可以学习知足 因为靠着你 我们有力量 来面对生活当中 所有的大小事情 主 我们要成为继续倚靠你的人 圣父 圣子 圣灵的时候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因为这过程当中 你会教导我们更深刻的认识你 更深刻的经历你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你主 感谢你主 继续赐福这个教会 主 赐福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姐妹 主 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成长 愿你的话语常常兼顾我们 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建立起来 让我们真的是在跟随你的道路上 主 我们越走越喜乐 越走越有盼望 谢谢你主 感谢你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继续得了养容耶稣 我们继续得了养容耶稣 我们等候你 我们等候爱慕耶稣 可慕更落 敬拜耶稣 同行在座前 不停呼求你 渴望更多遇见 经历你 我们清白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你真配的 配的所有送赞 我们呼求 荣耀的云彩充满着地 从我们中间 转到万国万民 我们等候爱慕耶稣 可慕更多的耶稣 可慕更多敬拜耶稣 同行在座前 不停呼求你 可慕更多遇见 经历你 我们清白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你真配的 配的所有送赞 我们呼求 荣耀的云彩充满着地 从我们中间 转到万国万民 我们清白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主权属你 愿你掌权着地 愿你掌权着地 相赋于你 相赋于你 因我们属于你 一支这地 因我们需要你 愿你国度 降临 主权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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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掌权着地 相赋于你 一支这地 因我们需要你 愿你国度 降临 主权属你 一支这地 因我们需要你 我们清白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我们清白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你真配搭 配搭 所有松残 我们苦求 荣耀的云彩充满着地 从我们中间 转到万国万民 从我们中间 转到万国万民 弟兄姐妹 这时候我们来到 上帝的面前 不晓得是不是 可能我们有时候会很像 传道者一样 我们在世上追求很多 但我们好像到最后 我们就是落入的是一种失望 慢慢的变成一种挫败感 到最后就是很无助 就觉得一切都无所谓 这时候我们还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想不管怎么样子 我们都可以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容纳 上帝容许 我们有这样子不同的情感 不同的感受 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可以真实地继续地 跟他面对面 继续地让我们跟他的关系继续维持 不要让这样子的一些失望也好 挫败也好 让你好像跟上帝越来越远 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回到上帝面前 我们的上帝不只是高高在上的上帝 他是愿意与我们亲近的上帝 他是愿意与优善的人靠近的上帝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坦然无拘地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放下心防地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求上帝医治我们 但是我们也愿意要真的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弟兄姐妹 我们花一些时间在上帝面前 好好来跟上帝建立这样子的 再次重新建立 重新恢复这样子的关系 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可以再一次的更深刻一点 更加情感丰富一点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父子圣灵的上帝 我们敬拜祢 祢是在各样的情况当中帮助我们的神 是的 祢至今仍然帮助我们 所以祢帮助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祢帮助我们可以总向祢 可以靠近祢 祢真的是来帮助我们 祢是我们在许多世上的事 到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当中 祢在这日观之下的事情当中 祢我们就承认 我们就有我们的限制 在祢能够让我们知道的事情 我们努力去追求认识 在我们不能够知道的事情当中 我们就交托给祢 祢让我们在世上是可以喜乐的 有盼望的生活 祢让我们常常抓住这个盼望 就是主耶稣基督祢已经复活了 主啊 让我们常常记得祢是复活的主 我们有这个复活的盼望 我们的生命不是往下走而已 我们的生命是 自己感觉往下走的时候 神来却带我们往上走的一个生命 所以主啊 祢帮助我们定睛在祢身上 继续紧紧地跟随祢 继续忠心地跟随祢 主啊 来兼顾我们每一个人 兼顾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啊 我们向祢仰望 求祢继续来帮助我们 谢谢祢主 谢谢祢主 主啊 赐福 赐福这个教会 赐福所有听祢话语的人 主啊 让祢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成长 谢谢祢主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祢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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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用主导文来结束今天的聚会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祢的 直到永远 Amen 弟兄姐妹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愿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他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Amen 感谢主 感谢神的奇妙带领 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 大家可以平安散会 我们可以到一楼一起团契 很久没有一起团契了 我们就好好享受 今天这样子团契的时光 记得下个星期是周年庆 四点半聚会 然后呢 还没有报名的 赶快报名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